我是唐湘龙 我是陈凤馨 欢迎收看 政经龙凤 此刻这一次真是很高调 中国大陆也极为高调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高调不是 不是一般企业家敢做的 我说就是要高调 并不见得就是说当地国的政府 要派大员来接见你 你就很开心 因为中美关系毕竟太敏感 马斯克对于乌克兰的表达 马斯克对于台湾问题的表达 你看连台湾的外长吴钊燮都要公开呛 就是呢有比有比赚钱呢 更更高的价值 用这种方式呢 去回应了马斯克 马斯克的各种的政治表达 他对于地缘政治的看法 其实对他来讲的就是欲之所知 傍逸随之 所以其实是有风险 尤其中美关系现在高度敏感 马斯克手上所掌握的技术 我我我举例来来讲 就马斯克到访的那天是神州 十六岁升空的那一天 他知道吗 他我想他他知道他以他 以他这么高度观 他是他是SpaceX老老板 他觉得他自己是火星人 他对于太空太空当中的一切 他都辽若之长 就是他经常针对这些发言 我说的就是他自己是推特的老老板 他也是推特里面的最大的就被跟随者 他有一亿多的订户 他是一天到晚在发推的人 他的他的内架的私人的专机 还没有落地前呢 他发的那条的推文 就是针对神州十六号升空 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还还是只是纯粹应酬化 他说中国的中国的太空科技 远比我们想象中要进步 所以他是在抵达降落北京机场之前 之前发了一个推 是告诉大家说 哇他的太空真进步 而且是神州十六号 因为这这句话 我不认为是单纯的恭维 以马斯克的个性来来讲 他也不会说他要到中国就讲场面话 那他讲这个话 因为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非常清楚的知道 如果如果下个阶段的太空竞赛 就中国跟美国在进行登月的竞赛 美国说我2025就要回到月球 中国说我可能2030会比较慢 其实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是马斯克 因为能够能够把美国再送上月球的是马斯克 而而不是美国过去的官方的太空总统总署 是马斯克的猎鹰 马斯克猎鹰之前你看他试试失败 不他并不认为他的失败 在他的2025的schedule上面来来讲 那个爆炸对他来讲并不算什么 升空前马斯克就已经讲50% 所以他早就知道了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是呢 那个体量的一个一个太空的载具是中国家没有的 所以中国如果要上月球 上月球需要比较大的载具 我说到太空站了太空站距离地表400公公里 月球距离地表38万公里 那个那个距离是不可同意而言 那差别在哪里 就是如果你要你要脱离地表 要到38万公里外的月球的时候 你那个动力要很强 要有能力摆脱地球的引力 是 你如果没有摆脱引力 同时在地球跟月球的引力交互作用当中 有状况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动力摆脱 没有这种的飞行载具的时候 你就不要谈登陆月球 登陆月球其实最最复杂 最困难的技术 其实在这个部分 马斯克现在这方面来讲是突破的 中国在这需要他 所以马斯克这个时候到访 我我当天天马是行空了 因为这这不会有任何的任何的详细的内情 天马行空就是说 中国如果很希望马斯克可以帮帮忙 绝对不会是在在泰斯拉上面 泰斯拉这种的东西呢 中国跟马斯克是共生关系 可是如果在太空科技 不管是Starlink Starlink是商业运作的 你认为你认为Starlink跟中国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你认为SpaceX跟中国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都有可能 那马斯克的表态 他一下飞机 但我不觉得耶 我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会发展自己的 就是类似Starlink的低轨卫星群 因为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才有才有安全保障啊 中国一定一定会 他一定会啊 而且现在也在计划当中啊 对就像中国人在发展电动车的时候 你说你说Tesla帮了什么什么忙 我们都喜欢用鸟鱼效应嘛 对这个鸟鱼效应 就真正的不是说我把什么技术交给你了 而是我刺激了你的所有的相关供应链 全部都是都都有更大的竞争力之后 你看你整个的新能源车的产业通通都起来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车产业 就是中国大陆啦 是其实这几天的时间啊 一些时间序列的整理是重要 因为马斯克的落地 虽然我们知道他要来 但是上一次传说他要来 我们我们讲过上个月 他妈妈在在中国大陆游山玩水 那时候媒体就说 下个礼拜他儿子就要来 就没有来 那隔了隔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 这两天就是马斯克落地前的时候 王文涛到了美国 王文涛跟戴琪跟叶伦见了面 大家都觉得中美日之间的终于见面了 虽然是呢厂编的厂编的对话 可是见比不见好 见完了之后呢 你看戴蒙来了 马斯克来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马斯克的落地 是在神周十六升空 神周十六升空跟马斯克落地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要摆在同一个平台上 上面看 他之间是有想象空空间的 虽然 其他任何的想象跟推论我说了都是有点天马行空 没有就不着调的 他没有任何具体的陈述在在在里头 第三个当然大家看到的就是马斯克一落地之后 他不是去看工厂 他不是跟跟跟商商界的大佬见面 他也不是像他妈妈一样游山玩水 他见的是秦刚 对 见秦刚这件事情 他又他又摆在同一个平台平台上面 就是秦刚见马斯克跟李尚伦拒绝欧斯汀是同一个平台 就是我拒绝美国的官方的防长的见面 想要知道你美美国政府不可能满足你制裁我你为什么不制裁印度 这是中国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印度买的比我更多啊 你凭什么制裁我那你为什么不制裁印度呢 你不敢印度你要拉拉在手边 第二个你今天你要你要制裁俄罗斯 你对乌克兰怎么怎么交交代 乌克兰的下一场的战争不是反攻不反攻的问题 而是北约美国英国的主战装备要登场了 登场之后跟俄罗斯真正的主战装备 这是战后两大集团的主战装备 第一次要在一个战场当中的要正式的交交手 这些主战装备没有交手以前 我认为俄乌战争都没有停停止的机会 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要你要现在的拜登的去解解除对他的制裁 不太可能 那我们后面会谈 不过我觉得马斯克也好戴蒙也好 还有如果未来会有黄仁勋的话 那当然不管有没有黄仁勋访问中国大陆呢 因为黄仁勋在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表态了 就是说他反对现在的高科技战 对他觉得现在的管制是把他们绑住了手脚 那反而让他们失去了中国大陆这个最大的市场 那我觉得这三件事情 他们三个人几乎在这个时候同时的表态 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想要影响华府 嗯 马斯克呢 他不见得认为他自己可以影响拜登 因为他自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但我觉得他反映出来的是一些共和党企业家的一个基本的心情 就是有很多事情只有在中国大陆能做 嗯 当然我们讲说说中国大陆确实利用了马斯克的年营效应 然后把他们的新能源才发展的很好 嗯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上海的超级工厂 嗯 以及他的市场 嗯 我告诉你今天的特斯拉不一定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 没错 嗯 因为他在上海超级工厂完成之前 他始终是一个有订单 然后不能够顺利交货的公司 没错交不出货 所以马斯克他其实可以说是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也对他帮助非常的大 嗯 那因此他才会对于中国大陆是真的高度肯定 不管在政治立场上地缘政治上面 嗯 还有包括他四月的时候才在中国大陆宣布他要盖那一个超级出能电池厂 嗯 这是全世界第二座 那么跟加州呢是有拼的好 那宣布的时间差不多 但是我就在想说不晓得谁先盖好 嗯 那这两件事情都是他很重要的产业 而新链这件事情 我反而会觉得 马斯克很担心中国大陆跟他的竞争 嗯 其实我认为这是竞争关系 嗯 因为你不要忘了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其实会使得他在这些国家更具有影响力 嗯 而新链要服务的 是那一些没有 没就手机没有没有这个基地站的这一些国家地区 嗯 一带一路最多啊 嗯 那一带一路谁最强 嗯 中国大陆最强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反而担心中国大陆跟他太强的竞争 嗯 我觉得他反而是担心的 嗯 而不是说中国大陆真的需要他什么 嗯 可是他代表的是这些产业界告诉华府说你们够了 我们真的不寻求脱钩 我们需要这个市场 嗯 之前华人星说过了 然后呢 代蒙呢就更有意思 因为代蒙他们是到上海去办全球中国峰会 嗯 所以不是说我人到中国大陆 说我摩根大通 好 不管顺境逆境我都要留在中国大陆 不是 而是呢 他他是召集了全世界的投资投资者 嗯 学者专家 他还要邀请季星吉跟他视讯 视讯 他是一个很大的活动 我觉得季星吉你你你为什么不干脆搬到中国住呢 比较方便 干嘛这样 很多的会都跟他有关 好 所以我觉得呃我觉得 戴蒙然后戴蒙就密集的接受包括Bloomberg啦CNBC啦 伦敦金融时报啊 就访问他 他在华尔街是非常有分量的 嗯 那因为投行的老板们很多 但是像他做了这么久 然后呢经历那一些各种风暴 然后都没有 都没有被风暴打垮 相反的屹立不遥反而变更壮大的 他是唯一一个 所以他在华尔街的分量是他的精力 嗯 所让他能够拥有今天的分量 他就访问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 你们不你们政客们不可以隔着太平洋 彼此之间叫骂 嗯 要沟通要沟通 因为我们不想要脱钩 我们不想要脱钩 是他话说的非常的直白 所以我才觉得这一波企业家是用很强烈的动作 再向华府say no 嗯 因为这两个人的讲话 比如马斯克 马斯克 奉行港 其实他他过去是比较挺民主党的 对对对对 拜登上来之后呢他转性了 你说我说他从加州搬到德州 他搬给你看嘛 就是从一个大蓝州搬到一个大大红州 我就搬给你看 然后呢跟拜登的都是隔空互骂 拜拜登在骂他是很难听的啊 就隔空互骂 可是老实讲当你要登陆月球你还是需要学需要他 那以马斯克 以泰斯拉来讲好了 当他到中国他一落地的时候 泰斯拉股票大大涨 泰斯拉这两天都都都涨啊 到今天都还涨 我说今天的今天的今天的就说的美股的三三只股票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NVIDIA大跌 涨多了 对涨的涨多了嘛 涨多秀多了大跌 台积电NVIDIA跌破400 台积电跌破100 我说ADR 可是 对于 Tesla这样涨破200 Tesla重新回200是很重要的 就是对Tesla的心里面的支撑很重要 那Tesla因为今年他的第一季的交交货量 总交货量是到了到了四十几万辆 42万辆全球交交货量 但是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的交交货量 中国的工厂交货量 17万辆 17万辆里面有5万辆大概是在大陆行销的 其中12万辆的都出口了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 就是说呢 让马斯克呢 他光是中国的工厂的出货量成长了百分之六十几 今年的Tesla交货仍然是不乐观 Tesla过去的股价想像空间很大 可是他的营收的数字并不漂亮 不够漂亮就是因为他的交货有订单 但是你做不出那个东西足够的东东西 那电动车啊他将来就就就是呢 他就是资讯消费产品 资讯消费产品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他的换代会非常非常快 你一台电脑出来 如果在在展示柜上面放半年的之后呢 你的价的价格大概就要升一半 那同样的就Tesla这种的电动车将来也一样 电动车一代一代之之间 他的软体他的替换的速度非常快 电动车将来的寿命的周期 会越来越像资通讯的产品 而不像是汽车 因此他将来的中股车的市场的价格怎么定 都会是一个一个很大的询问 好那马斯克这次的到访 在这个时刻中国给他这么高的规格 那个呢是一个政治性的安排 而马斯克也愿意 显示他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而且是对美国政府的拒绝 对马斯克的态度是最重要 就是对拜登马斯克的动作就是对拜登say no 就是你要讲的脱脱钩 我办不到我也不要办 那当马斯克做这个表达 戴蒙做做这个表达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美国政府接下去 不是叶伦 不是戴琪 戴蒙说呢我喜欢叶伦 然后呢我也我也喜欢拜登 我也喜欢的国我们的国安顾问 我也喜欢的我们的我们的国务卿 你们都在谈的低瑞斯克我很喜欢 我也是要低瑞斯克 戴的戴蒙在戴蒙讲的那一串话 你要知道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喜欢听你们讲低瑞斯克 我也是一样 我现在之所以必须要跟中国的保持 这种的关关系不脱钩 就是呢我也要低瑞斯克 因此大家都在低瑞斯克的那个逻辑下面 这两个人的到访跟今年三月我们在谈 中国呢在在在办的中国发展高高峰论坛的时候 那个时候库克也也来啊 可是库克来的时候呢 虽然say hello 算也也是疫情之后的到访 可是库克来呢就低调很多 就是没有没有这么的高调 苹果在大陆的市市场非常稳啊 大陆认识是他最大的工厂 可是马斯克这次来政治含义 远超过商业的含义 尤其当他的大电池厂 他的那个那个超级锄能电池 你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是 当三月份的整个中国大陆改朝换代 李强上来之后给你一个大礼 那个呢是给李强的贺礼 大概全世界呢在理解大概都一样 而这次中国当当秦刚用Tesla 去解释中美关关系的时候 那你认为接下去Tesla 接下去的马斯克 他这次的表达就是我不会离开中国 而且我跟中国的关系会更紧密 你拜登要怎么办你看着办 嗯好这个呢是马斯克跟戴蒙呢 他们的活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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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